未來直播上面有沒有什麼小 撇步 可以更可以跟網友之間來互動 這個直播是可以講實話的嗎 當然可以 其實可以吧 有問題的到時候去剪掉 觀眾反而比較想看剪掉的那一集 我覺得你要請教的人叫館長 他是我看過 最會看著鏡頭跟網友互動的人 他甚至現場不用擁有的 他機器直接開 他自己控 他隨時晚上在家裡 他想要 開直播就開直播 不是我剛本來講說他想要噴誰 直播就開了 他現場 對對對 他現場就噴了 完全不需要找任何人 來幫他忙 主席你有可能這樣子嗎 一個人晚上看誰不爽就開播 不能講實話 沒關係你就說吧 這邊可以剪掉你剛剛講的 有時候看不爽的那麼多怎麼 一個晚上怎麼夠 一個晚上要多漫長才播的 來 來 去看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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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皮很實在 金雄 給你 大家好 今天是我的YouTube頻道新節目 科皮很實在 我希望這個節目在以後可以每週更新 我會分享我對時事的看法 討論一下我們當前的國家政策 更重要的 遇到那個抹黑的 抹紅的 你知道 謠言太多 因為這個世界上現在最好的行業 就是科黑 照謠言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可以自我澄清的機會 是的沒錯 不過我們先不要這麼硬 我們先用比較溫暖 而富有人性的方式 來跟各位網友來交流 主席你旁邊坐的這一位堪稱是現在的流量王 我們黃國昌委 哈囉各位網友 大家晚安 大家沒有現在是晚安 沒有關係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國昌 因為啊國昌老師常常講說自己需要有時候 溫暖富有人性 那主席你有沒有可能溫暖而富有人性呢 這就是我的弱點你知道 有一次我在一個節目我講到 人家對我的批評 都是柯文哲這個人 有高度 有深度 有廣度 但是沒有溫度 唉唷 怎麼辦才好呢 不是啊我一聽就 哇實在是太精確了 老師怎麼笑成這樣 我為什麼要笑成這樣 你認同嗎 不是啊這實際的話 我至少我的缺點 不過這個主席你過去的習慣大概都是 譬如說比較震驚的跟大家講一個事情 或者是講一個議題 那可是國昌老師的直播 通常都是跟網友這樣子直接來互動 所以老師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我們的主席 就未來直播上面有沒有什麼小撇步 可以更可以跟網友之間來互動 這個直播是可以講實話的嗎 當然可以 其實可以吧 觀眾反而比較想看剪掉的那一集 來來來 國昌老師你怎麼看 要不要給一些參考的方向 柯文哲 是我現在看過流量真的最高的人 我們我還記得喔 1月12號凱道之夜 我們同時在線人數破30萬 我從來沒有一場直播有看過那麼多人在線 在開直播我覺得你要請教的人叫館長 他是我看過最會看著鏡頭跟網友互動的人 那我為什麼推薦你找館長 因為他更厲害 他甚至現場不用有人 他機器直接開了 他自己控 他隨時晚上在家裡 他想要 開直播就開直播 不是我剛本來講說他想要噴誰 直播就開了 他現場 對對對 他現場就噴了 完全不需要找任何人來幫他忙 主席你有可能這樣子嗎 一個人晚上看誰不爽就開播 不能講實話 沒關係你就說吧 這邊可以剪掉 你剛剛講的 有時候看不爽的那麼多怎麼 一個晚上怎麼夠 我們可以分天開 一個晚上要多漫長才播得完 在現在這個網路時代流量密碼 要嘛就是吃播 要嘛就是直播 要嘛就是跟網友Q&A 今天這三個 我們讓網友一次收集一次滿足 所以首先 直播教學 那其實 國昌老師 你在直播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你覺得 你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特色 像你今天帶的這一支衝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拿這一支很奇怪 我跟主席講 這個有好幾個功能 第一個 當你腦袋在想事情的時候 這樣子拍 它可以讓你整個思考的順序 那個flow 思緒啊 那個flow是很順的 手跟蛋還有什麼關係 好第二個 當你心情輕鬆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哼一些 莫名其妙的 曲調 那你不一定要拿這一支 這個可以打開 可以幫助 那最重要的是 當你不高興的時候 這一支 拿來可以這樣敲 你很疑問 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先拿著 你拿著這樣敲敲敲 不是啦 我說那你拿一個那個 這個珠哥亮那個 那個羽毛扇也可以啊 為什麼要用這一支 對 但為什麼 這個我下面 可能可以噴兩個小時 但主席的節目的關係 我就長話短說 因為民進黨那群很壞 他們給我取一個綽號 叫我 我說我喜歡加衝 這是他們幫你取的嗎 他們幫我取的 所以我後來 我的小編就跟我說 我們正面迎戰不要畏懼 他越說我們加衝 我就真的拿 我就直接拿一根衝出來 因為以前我總覺得民進黨提的法案 就不夠好 所以我就會再多 希望弄得更好一點 他們就會罵 說你們都不知道執政的苦 喜歡加衝 然後加衝加到整個法案推不動 這個是民進黨那個時候 他們最常提出的批評 他都不想他們自己 國會在裡面已經過半 他就怪人家說 都是你們加衝 加衝加到整個法案推不過 這個是我要給主席的建議 就是 有的時候多聽一下年輕人的創意 除了這種直播新法之外 新法 當然還有吃播 這個叫什麼 焦糖奶茶 然後還有反烤雞腿飽 主席你吃飽了嗎 不是啊你們沒有通知喔 不然你就不要吃午餐了 對啊 午餐不要吃才有辦法參加這個節目 吃飽了才把它拿出來 太沒有誠意了 我們還記得就是說主席在館長那邊的冰淇淋場案嗎 主席你還記得那個嗎 還好冰淇淋 後來那個冰淇淋是真的取得還好 主席因為你吃飯都不講話 那你要不要挑戰看看就是邊吃播邊跟大家聊 奇怪 我小時候我媽媽就說吃飯不要講話 小時候就教育得很好為什麼長大一邊吃飯一邊講話 口水亂噴 那你就專心的吃完 吃完要講話再講話就好了 最顯然吃播這一塊對於主席來說是挑戰蠻大 國燈老師要不要幫我們試試看吃播 你可以一邊吃板烤雞腿飽 然後一邊噴民進黨綠電光電 你有辦法挑戰這件 你把鏡頭前面的網友 就像你吃飯跟朋友聊天一樣 你就看著鏡頭邊吃邊跟他們聊天 我自己覺得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我可以留下來晚餐還可以吃 那你可以吃個薯條嗎 還好 聽說是網友敲完一定要回來的奶茶 我是自己是不知道 但是聽說他是本來都已經斷貨了 然後呢因為網友敲完 所以他們又再次把它上架 喝起來如何 對於這個奶茶你要評語20個字 他就甜甜的 有冰塊耶還有什麼還有奶茶 就這樣 對他來說應該有點困難 那國燈老師我覺得他已經吃起來了 你是沒有吃午餐是不是 對 那剛好 怎麼那麼可憐 美麗島電子報幫我們做了一個最新的民調 然後呢這個民眾黨的這個 所謂的好感度呢 上升了4.1% 怎麼可能 真的有可能 然後呢國民黨下滑 我的問題是美麗島化這什麼事 我不是說民眾黨好感度 你說你不是說民眾黨發生什麼事 是說美麗島化這什麼事 所以你有發現沒有人宣傳嗎 身為科黑的流量產業鏈 你有什麼看法 我就想起那個海濤法師跟我講的 他有一次看我看好半天 然後說啊你的業障中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有跟那個人碰過面 有啊 兩次啊 真的 我看過海濤啊 就是講說這個業障中的那個海濤 對啊對啊 好適合可以直播 我今天直播最大的收穫 你認識他 認識他 第一個還可以參考就是 經濟的感 就是民眾對於經濟好感度 是往下滑的 而且不滿意度是非常高的 我覺得他效果還沒出來 因為他等到電價 電價漲了大概還一個月 貨疑症才慢慢出來 還沒出來 他有他的殘穩效率 你不會說第一天漲電價 第二天麵包就突然 紅布上漲 他電價上來 他發現不行才開始出 這個的確講到這邊又很嚴肅 因為齁 民進黨在吹捧的股 股價的指數 我必須要老實講 那很危險 因為目前他的發展 是跟實體經濟脫鉤的 你真的去問一般的壽型階級 問他們現在日子過得怎麼樣 你會聽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的版本 剛講到直播齁 直播吃播是流量密碼 還有一個是跟網友互動的Q&A 所以在今天這個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有透過阿貝的IG 跟大家搜集了幾個Q問題 我們是不是直接 要來請柯P直接試試看了 好不好 把那個官網弄到當機的那一天 本來要去捐款 結果呢 因為有出事情 所以 變成是說國昌老師開直播 直接在網路上跟大家傳授 人生故事 是不是這樣 你當下的這個靈機應變是怎麼處理 你自己前輩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網友問到說 他覺得他現在的人生很迷惘 不曉得該怎麼走下去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可能到某一個時間點上 不管是剛畢業 或者是畢業以後 剛進社會沒多久 可能都會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剛好看到他那個問題的時候 回想起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陷入迷惘的一些往事 我也沒給他什麼答案 其實你單純的就是 把你自己過去的一些經驗 跟他分享 那讓他覺得說 其實很多人有時候 大家都會遇到 都會遇到 對 朱熹勒你有迷惘過 那個有時候 有時候是憂鬱症 要小心 所以標準動作 他就是要做那個 screen表 篩檢表 說這是憂鬱症 那再查 有時候真的憂鬱症 要吃一次就有了 我真的有一度 陷入憂鬱症 什麼時候 然後 在2006到2007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也真的去看了醫生 但是他開個藥給我 我吃一次以後 我再也不吃了 因為他吃下去以後 他是讓你整個人 變得很濕 反應很慢 我吃一次真的嚇到 我再也不吃了 跟那醫生講說 你這次藥有什麼副作用 再調一次去 因為醫學是統計的科學 就是說80%人吃這個會有效 有時候很不希望 你就是那20% 所以 大概有些 那種 有些真的是憂鬱症 我看太多了 這個 他就吃藥味好 那這樣子 國昌老師是怎麼走出 那一段日子的 不吃藥 但是你後來靠什麼樣的方式 工作 這是一個方法 工作 轉移焦點 對 轉移目標 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對 可是有的時候 如果你心裡的事情沒有去抒發 你工作不是把成績在一定的 它會不會怎麼一次突然爆發 沒有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對那一種 比方說心肌梗塞 那時候啊你好可憐喔 那可是為什麼對一個精神分裂 或者是憂鬱症 我們就覺得說 那你去認真工作就好了 我覺得這不對 他就是腦袋裡面那個神經分泌 神經傳導物質出問題 其實心裡的病你要把它當作 它就是病 它經過專業治療會好的 對就是要去正視它 會不見得所有的工作 你認真工作就有效 如果你真的是那個 腦袋那個 神經傳導物質 分泌不足的 你再怎麼工作也是一樣 我們我們收集了幾個 網友在你的IG上留言 等問題 直接想要請你來回答 像這個 阿伯有幾件高腰褲呢 請回答 這一天有答案 答案 應該是我沒有不是高腰褲的褲子 你有幾件西裝褲啊 不是啊你 我也不曉得 其實我不是高腰褲啦 我覺得腳比較長而已 嗯 應該是這樣解讀 百分比啊 那個比百分比比較高 你說三七比這樣 對啊 你說比較高 你說你腳比較長 所以穿起來會到高腰 對啊 這個解讀不錯 對啊 跟高腰褲哪有關係 這個就是身材比例這樣穿起來 身材比例沒辦法 對不對 好的所以 結論就是柯P的褲子都是高腰褲 接下來下一題 體重多少 我發現喔 體重要看你的 第一個你是不是一無全部脫掉兩的 還有 還有這個喔 上廁所錢 就大號錢大號後 會插到一公斤 你那麼在乎這麼細節嗎 會插到一公斤 這不是女生在那邊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這個還有脫水錢脫水後 還有上廁所再插 好那我想問一下你 你上完廁所 敬重 敬重 對敬重 敬重大概82 82喔 敬重 82算重還是算輕 其實我會為已經90幾了 郭昌老師呢 可以公布嗎 這是秘密 你有敬重嗎 這是秘密 你認同那種上完廁所 然後脫水完之後 那種秘密 這個講的很科學 你真的喔 你要量起來比較輕 你就先去運動流很多汗 對啦 因為水其實蠻重 算78 你把一堆汗排掉 譬如說去搞完三文弄 出來涼 你會很開心 大概少2公斤 對 這個比較深水題 這個再打錯字了 這個是網友留言 四年後會再拚一次嗎 到時候看情況 要生理好啊 各種條件 各種條件 這個答案不行 這個答案不行 一定會再拚一次 對 我們 一定要再拚一次 再繼續努力 這個 這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最近媒體改革 媒體壟斷多久有解 10年呢 還是20年呢 我倒覺得喔 那個只要有一個 當權者願意改就可以改 嗯 要不要做而已 要不要做而已 因為黨政軍退出媒體 當年也是民進黨喊的 我啊 很大聲 他自己執政以後 黨政軍就是媒體 對 要把魔戒 魔戒 全力的魔戒 對啊 不要那個 其實這個只要當事者 一次要解決就解決 沒錯沒錯 這其實 你明天就可以馬上做 今天就可以馬上做 這個最後一題是 請問國聰2號 會跟民眾黨夢想連動嗎 我大二有一門會本課 有一個能二創 咆哮山莊這個主題嗎 這個問題有點看不太懂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之前喔 有做一個可愛的小物 那我的同仁吧 他有取名叫國聰1號 那我用那個國聰1號 等於是說當做一個 你捐款的送的小禮物 嗯 那有了國聰1號 他們就在想說 未來有國聰2號 有國聰2號 什麼時候會有國聰2號 那有了嗎 國聰2號 好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那個 我幫台灣民眾黨務管的時候 我就來推國聰2號出來 下一次我們官網看 要先準備好 哈哈哈哈 先準備好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也到了尾聲喔 教學了這麼久 包含這個直播 包含吃播 也包含剛剛的QA 其實這個過程中 也分享了很多 各個方面的話 主席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做一點 收尾講一點感想 而且喔 要你自己結束這個環節喔 好不好 這一part就交給你囉 其實這樣啦 我們希望說將來這個節目喔 幾個目的還是要達到 就是說 對當前時事的一些評論啦 或是對整個國際局勢的一些看法 我們的看法 所以還是要 透過這個直接跟 年輕人啦 不要說年輕人啦 所有的觀眾溝通 對 不然現在我們傳統媒體 全部被封殺怎麼辦 第二點也是 有遇到一些事情 乾脆在這裡直接講清楚 不然每天那個都賣的 都賣以後30秒 不會超過一分鐘啊 你要30秒把事情講清楚很困難 好 主席 結束要跟大家說拜拜囉 拜拜 這麼直接 好 我們下次再見喔 拜拜 拜拜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科皮很實在